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那請教一下宋醫師 剛剛講到的是各式各樣的病痛疾病 都有一些傳統的醫學科學的 這個療程跟療法 不過這幾年 也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養生療法 比方很夯的包含了生酮的飲食 那有一些愛漂亮的女生 是拿這個來減肥 有些人是把他誇大 他覺得說這個可能還能抗癌 對這個生酮飲食這幾年很夯 那各種神奇的或是誇大的 或者其實很實際的療法 他療效被不斷的宣揚 或是被不斷的去傳播 那其實反而造成很多誤解 我有個病人是這樣子 他是大腸癌後 年紀大概68歲 接近70歲的一個中年 初老太太 他年輕的時候就是比較胖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是因為肥胖的原因 或者他飲食的關係造成他的癌症 所以癌後他對於飲食的追求就覺得 他必須要找到一個正確的飲食方法 他說我聽說生酮可以第一個減肥 第二個可以抗癌 那我先講生酮減肥 那的確是有很多人把生酮當成減肥的一個好方法 那的確他也很有效 但是他不是對每一個人都適合 那我這個個案他事實上是他很認真的想要了解生酮 所以我就跟他解釋生酮的好處跟真正肥胖的原因在哪裡 那當然真正肥胖的原因我就花了一些時間跟他解釋說 主要是來自於你的食物當中的碳水化合物造成的糖的升高 所以我們如果有辦法控制你的血糖的上升 那我就檢討他的食物當中他喜歡吃什麼 那其實大部分像這類病人來診間大概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他早餐大概都是吃澱粉類的食物 麵啊 麵包啊 饅頭啊 就這些東西 那午餐也不外乎就是以飯啊 麵啊為主的 其實很簡單的概念 那這個東西都是我們過去這些年來所謂國健所推的 這些所謂的健康飲食或者是一般的飲食建議是 碳水化合物大概占55% 脂肪大概占30% 蛋白質15% 這樣的概念 大家都會認為這叫做均衡飲食 健康飲食 可是最近其實有很多人就發現 其實每一個人的飲食都不是藥完全一樣的 不是一種飲食適合所有人 有一句話說 某人的食物是他人的毒藥 這句話其實就適用在這個個案的身上 所以我跟他討論的結果就建議他用低碳 但是不一定要追求生酮 那他也很認真地執行了他三個月也減了6公斤 那腰圍從95公分現在減到86公斤 還是比較大 但是其實效果就算相當不錯 那重點在於就是說這樣的飲食方式 我跟他講說你現在癌症還是必須常規地回醫院去追蹤 千萬不要相信一個飲食可以抗癌 那我先破除一個迷信就是說 這個生酮飲食抗癌的說法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那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癌細胞是絕對的需要糖 所以如果你用 沒有給他糖 癌細胞沒有能量 癌細胞就會餓死 這是一種概念 那第二個概念就是說有人對這個生酮飲食 一方面是極力的推崇 比如說生酮飲食之後那個酮體 對於神經細胞具有安定的效用 所以你會覺得生酮之後人會變得非常的平和 而且會能量無限 精神特別的好 不需要喝咖啡 不會昏昏碎碎 的確我有些病人在這樣的飲食之後 確實有這樣的反應 但是也有一些人真的很奇怪 就吃完第三天我有個糖尿病病人 吃完生酮飲食 我建議他低糖 第三天回來就頭痛 頭暈 嘔吐 那一驗尿酮就三架 那生酮的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這個他本身實際上是有糖尿病的狀況之下 如果他採用這種極速的低碳 的確有時候是有一些危險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大家覺得迷信的危險 就是大家覺得對生酮害怕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能會造成 說法上 造成所謂的銅酸毒血症 其實銅酸毒血症它的發生 實際上有一些相當要的條件 所謂要件就是說 第一個通常都是第一型的糖尿病的病人 他在胰島素極度缺乏的情況之下 他大量的使用脂肪來當作能源 因為他沒有胰島素可以把糖壓到細胞裡面去 第二件事情就是 當他用大量的脂肪來做燃料的時候 同時因為胰島素的降低 啟動了生糖素 所以他的肝糖也迅速的分解 可是分解出來的肝糖 卻沒有胰島素把這個糖放到細胞裡面做能量 所以同時銅體升高 血糖也升高 就造成了這種電解質的不平衡 銅酸中毒 以及所謂的張力的不足 他就大量從尿裡面排出糖 也排出鹽分 排出電解質 所以就造成這個糖也不足 鹽分也不足 電解質的不平衡 再加上脂肪分解之後的 同體本來有一些是帶有酸性的 然後脂肪分解之後的脂肪酸 所以造成了酸性增加 這樣的一個代謝性的酸中毒 所以它是一個很綜合的現象 可是我們一般的正常人 或者說即使是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 他沒有這種情況 他的醫療是夠用的 所以就第一個 不要迷信生酮飲食會有抗癌的效果 他對減肥是OK的 第二 不要害怕他有所謂的酮酸毒血症 一般的正常情況之下不太容易發生 最近幾年生肌飲食很夯 那所以有一些腫瘤病人 可能就會這一個很認真的執行 可是這個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的確 我其實可以分享一個案例 我有一個患者 他是五十歲左右的癌後患者 他是四十歲左右得了乳癌 其實十年來他沒有復發 原則上他應該已經是 我們叫cancer free 可是他十年前 因為在術後之後 他就開始迷上了 這個所謂養生的一些策略 就開始採用生肌飲食 很多人把生肌 是不是跟有機等同 可是有些人的生肌就屬於 比較更偏激一點的 那他就是比較特殊的 他會打一些薑黃紫酥 芝麻葉這些比較屬於 這種藥用味道比重的一些植物 早餐還會加上一些特殊的油 亞麻人油就罢了 他上次跟我講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不太記得他講什麼 因為我聽都沒聽過那些油 就會放一些他自己 還是自己煉的油 每天早餐都吃這個 第二個他完全不碰肉 那十年下來 其實他發現的狀況就是說 他的身材其實慢慢的走樣 就是本來是上面 他臉有圓潤的 開始臉垮下去 那加上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就是他在臉上本來看起來 是光鮮的 變得非常的沒有光澤 而且鼻子下面都是黑的 他也不願意去求醫 他就是自己相信這一套 那當然也從網路上 找到很多的材料 每天他都在 自己就在做實驗 可是拿自己身體做實驗 最後搞成這樣子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這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例子 那我當然也要講說 有一些案例的確是把這個生肌飲食 誇得說好得不得了 治百病 那我們實際上訪間也可以看到一些 生肌飲食的食譜 告訴你這個可以防癌 這個可以治胃 這個可以抗發炎 那個可以治療免疫 其實我覺得這些說法 你如果回頭去看 這些書上面大概都屬於這種普通書 上面都沒有辦法找到科學證據 那事實上衛福部也為了這個生肌飲食 出來辟謠 他說千萬不要相信 生肌飲食有抗癌的效果 目前並沒有任何的文獻 第一個沒有定義何謂生肌飲食 第二個目前即使是講到所謂的素食 他會對於整體的健康有幫忙 但是絕對沒有針對癌症 說哪一種食物的療法可以抗癌 而且可以養生 並不等於可以治病 對有機飲食其實我們都推崇 但是不要迷信有機飲食可以治百病 但是 進一步 進一步